我们是1997年在深圳建立的 那么这个馆收藏了何祥宁先生的1000多件 这么多 那么我们这次选择了38件作品到台湾来进行展出 38件作品的数量的确是不多 但是我们是精选的 我们把它最早期的就是它在1910年创作的古图 以及在1960年它82岁高龄所创作的高松图 进行了精选 那么从最早到它1960年的创作将近跨越了50年的这样一个历程 有它早期的作品 有它中期的晚年的这个作品 那么还有就是不同历史时期 它跟很多的文人书法家跟诗人 以及跟很多的艺术家合作的这个作品 比方说有和柳雅子先生 有和金亨宜 有和陈树仁先生 于佑任先生 于佑任就是以前我们在台湾做过监察院长的于佑任 对 那么还有就是1949年以后 比如说跟北京的很多著名的书画家合作的作品 还有像上海南京江苏 比如说像傅鲍石先生 潘天寿先生 等等的这些著名的画家合作的作品 那么还有和他的艾斯廖成志先生合作的这个作品 所以说38件作品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展示 也是它展示出它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绘画的这样一个特点的一个展览 为了使台湾的观众对它的作品 有更好的一个理解 我们还选择了九幅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 穿在着它的这个展览的这个作品中 以期希望台湾的这个观众 能够通过历史图片 对它不同时期的这个作品 有一个更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跟认识 是 那么当初怎么谈起来说 要把何湘宁的画作送到台湾来 因为大陆美术馆很多 这次到台湾来寻展 实际上也是何湘宁先生 在香港澳门展览的一个延续发展 因为台湾和大陆都是有共同的这种文化和历史 尤其是何湘宁早年 他和很多的这个艺术家 包括像当时像最开始他学习绘画 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 也是有像孙中山先生的建议 这样的一种 就是孙中山人建议他去日本学画 对对对 也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也更加认为 在条件成熟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下 能够把何湘宁先生的展览 能够到台湾来进行展出 那么使得两岸的这种文化的交流 在这个相隔多年之后 能够有一个打通之后 有一个新的一个一页 也能够使得两岸的艺术界 能够就有关的艺术方面的话题 能够进行更多的一个探讨 使得两岸的文化艺术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意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